每隔兩秒我都想起你 但我不懂使你心歡喜 不知不覺 原來鶴兒都入行22年了 下個月終於有得在九展開兩場處女show 計算一條數 不就是等了超過7億秒那麼多? 怪得鶴兒這麼說 都幾像阿婆 聽到熊江不熊人這句話 很多人都會想起趙鶴兒 唱歌這麼好聽 但又未上過一線 會不會不開心 想不想到一線又不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每個歌手都穿到聖誕樹 金光翠燦 每個都在熊館開show 其實都沒有一樣 不同類型的show 讓他們選擇 他們會開心過 我只是去熊館開party 他在2001年和英王解約之後 重返大台拍劇 雖然憑街大歡喜入面的 八婆少奶林玉露廣受觀眾歡迎 不過2005年和大台約滿之後 就好像淡出了一樣 到4年前才復出 簽港視拍第二人生 不只是你要上班 父母有份照大兒子 兩星期才去探望他們一次 其實又不是淡出 我覺得只是 因為那個時代不同了 工作的模式不同了 因為沒有合約在身 是一個自由人 流動性大很多 其實學而以前 都有拍過一些有水準的劇 到時至今日 大台劇經常都被人說是交劇 不知道他又怎樣看呢 我想其實是不同的市場 有不同的需要 交不交看人 你可言選擇 你為甚麼要還 我需要一些 用腦思考的題材 第一 第二就是我希望 在那些演員身上 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自己會選戲來看 還說自己有700年 沒看過大台劇 那就是大台劇 居不居居 而剛才說的這兩個條件 大家自己想想啦